2022年东莞处进行的秀古兰西泛州游客中心的拆除工作 而隔年4月也把包括大头目图腾的建物给移为平地 不过到现在过了又一年了 现场还是没有任何的进度 部落主任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观光署东莞处在2022年展开秀古兰西泛州游客中心拆除作业 并且在隔年4月将包括大头目图腾等建物移为平地 处理40多年的泛州意象也成为绝想 不过拆除至今也过了近一年 却未见重建工程的进行 部落族人也不禁无疑关注 这种拆拆来一年了 到现在为什么都没有动工 我觉得是不是这个经费的问题还是什么的问题 我希望说快点动工 要不然这个观光地区不像瑞税 设古兰西泛州游客中心园区以及录影区 为游客民众必造访之地 虽然工区内设有流动厕所 但由于位置距离停车场偏远 相代表也反映往往无法方便应急 那一般他们就不会开放这样 然后就是会让游客去到后面的流动厕所使用这样子 有时候会对一些比较急要用厕所的人会感到不方便 对啊 因为你就是录影收费啊 所以一般来讲那大就就没有开放了 我都说那个不是问题吧 因为我说车子直接可以开到路边 对 再开过去现在也没有关系 面对地方关注整个拆除重建工程进度 观光署东莞处也说明指出 112年完成建物拆除后 现况基地暂时留置土石方 而重建建物的部分 目前也已经完成西部设计 提送县政府申请建造 也力拼下半年度完成发报作业 所以我们应该是预计 今年的大概下半年 开门发报出去 然后以工期来讲的话 至少要超过一年 所以我们是预计在115年可以完工这样子 那现在目前那个厕所 还有那个游客中心的那个中继站 其实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那个服务一样不会间断这样 东莞处指出 工程经费大约7500多万元的新游客中心 虽然设计一层楼 但是挑高6公尺 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公尺 包括了游客中心 办公室 卖店 公厕 会议室等等 除了强化服务功能 一层高达6米高的建筑体 也将以融合周边生态环境的造型风格为主 希望能够成为地方新地标 记者是玉兰对岁采访报道